欢迎收听袁腾飞陪你聊百战奇谋 上一期咱们讲过中国先秦时代秦兆两国长平之战的教训 今天我们再来看西方古代战争当中最经典的一个战例 也就是第二次布逆战争当中的汉尼巴远征 当时的罗马人是在地中海地区称霸的霸主 已经在东中西三线对迦太基形成了全面的压制 而迦太基也是北非的一霸 并且以强大的贸易能力闻名于世 面对罗马人的压力 迦太基名将汉尼巴是怎么破局制胜的呢 为什么他这一场战役后来屡屡被后世奉为经典呢 这里边有太多的战略智慧值得参考 可以让后人拿来做借鉴 罗马跟迦太基之间爆发过三次布逆战争 第一次呢是发生在中国的先秦时代 这个罗马人呢是亚平宁半岛的霸主 而这个迦太基人呢是北非的霸主 双方呢为了争夺地中海的霸权展开了这个战争 因为西西里岛的这个归属问题展开了战争 那么这个罗马要想跟迦太基作战 必须得有强大的海军 而罗马人呢都是汉鸭子 他基本上是在陆地上作战的 所以在这个开战之前 罗马人仓促的建立自己的海军 以罗马强大的制造业的实力 船不是问题 能把船建出来不是问题 甭管是这个三层讲的还是几层讲的 反正我能建船没有问题 划枪手也没有问题 不就是奴隶吗 找吧都没有问题 问题是缺乏熟练的海军军人 所以怎么办 罗马人就想了一招 当时这个打仗的时候啊 两军队员最强调的就是阵型 甭管是陆战还是海战 只要阵型一乱必然完蛋 那就陷入到对方群殴的这个架势当中 所以就必然完蛋了啊 因此这个罗马人在这个跟加太基人打仗的时候 他的船一出海 连个整齐的队型都排不了 怎么可能跟加太基的海军打仗呢 所以罗马人就发明了一个装置啊 每一艘罗马战船上都安着一个奇怪的东西 这个东西叫乌鸦吊桥 形似乌鸦嘴吗 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逼近加太基的舰船 把这东西放下来勾住加太基的舰船 罗马士兵从这个吊桥上冲上加太基军舰的这个甲板 迅速的就变成了阶弦战和肉搏战 把海战变成了陆战 因此罗马人大胜 打赢了第一次布尼战争 打仗就是要这样 你得以己之长 攻敌之短 阳长臂短 阳长补短 所以过去我教书的时候都跟学生讲 因为你不可能各科均衡发展 你每一个学科都能都是我数学英语历史 什么都好不可能 什么都差的倒有可能 什么都好不可能 所以你不能均衡发展怎么样 一定要阳长补短 阳长是第一位的 补短是第二位的 因为补短在短期内是很难做到的 可是阳长把你的长处发挥出来 这个应该是比较容易的 所以你考试是这样 那么你在生活当中 在工作当中 特别是在商海商战当中 遇到问题 也是应该这样 尽量去发挥自己的强项 攻击敌人的弱项 所以这么一来 罗马人打赢了第一次布尼战争 加太基被迫割地赔款 逐渐开始丧失地中海的霸权 加太基在忍 在血耻 仇恨入侵要发牙 肚子里要长牙 咬死罗马人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很快就爆发了第二次布尼战争 第二次布尼战争爆发的时候 加太基诞生了一位名将 也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位震朔古今的名将 这就是汉尼拔 汉尼拔的父亲也是加太基的大将 所以他们怀着血耻的念头 汉尼拔和他的父亲和他的兄弟 在西班牙这个地方练兵 今天的西班牙 伊比利亚半岛练兵 因为那个时候伊比利亚半岛还是拉锯的地区 罗马跟加太基的拉锯地区 在这个地方练兵 准备一血前耻 那么在战争爆发之后 公元前218年 也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三年以后 咱们这边书同文车同轨 在西方又一场大战爆发了 罗马向加太基宣战 第二次布尼战争正式开始 罗马人本来是打算兵分两路 一路从西西里直接去进攻加太基本土 因为加太基在北非 第二路准备在西班牙登陆 牵制汉尼拔的军队 所以罗马人这么的设想也是非常正确的 但是这个时候汉尼拔的智慧就看出来了 他惊人的避开了罗马人的主力 而是冒着极大的危险率领大军 从小到翻越人迹罕至的阿尔卑斯山攻入意大利本土 出其不意的给了罗马军队一个沉重的打击 打的罗马人措手不及 作战计划全部被打乱 所以这就是一个特别有名的谚语 洗酒在自己家院里喝 架上别人家院里打 毁掉的是人家的坦坦而逛逛 所以这可以讲是一种人生智慧 当然了汉尼拔想这么干 这个是遭到部下的严厉的反对的 我的妈呀咱翻哪翻阿尔卑斯山 五千多米将近六千 咱要是登山家探险家自个过去也就罢了 把一支军队十万大军带过阿尔卑斯山 从来没有了 旁古开天毕地以来 上帝造人以来 女娲娘娘捏人以来 没有过这种事 你这么干这不是死催吗 但是汉尼拔始终有清晰坚定的目标 我就要这么干 一定要把仗打到罗马人的土地上 不能在我们的土地上打 所以干一件事啊 目标一定要清楚 目标到底是什么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对于这个目标你能不能够确定 如果你要确定了之后 一切条件都是服务于这个目标的 你必须坚定 那必须执着 那所以在汉尼拔下定决心之后 加太基全军开始翻越阿尔卑斯山 这次跨越阿尔卑斯山的远征啊 行程是将近九百公里 那汉尼拔的大军克服了很多艰难险阻 这些艰难险阻 异乎于常人想象 用了33天的时间 越过了冰雪覆盖 山高坡斗 气候恶劣严多路华的阿尔卑斯山 他出发的时候拥有九万步兵 一万两千骑兵和37头战象 这是罗马人第一次见战象 结果走完这段异常艰苦的行程之后 加太基大军只剩下了两万步兵 六千多骑兵 这些骑兵还没马 马都摔死了或者冻死了或者饿死了 和异头战象 真不容易 你像大象是热带动物 拉过阿尔卑斯山 翻越冰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 这真不容易 所以按道理讲 看你把的牺牲太惨重了 这甭说罗马人 罗马毛还没见着一根呢 自己就已经损失了这么大 几乎就损失掉了四分之三的部队 但是不要紧 牺牲惨重 只是为了大胜仗 始终有清晰坚定的目标 代价是肯定有的 干什么事都没有不付代价的 关键是代价你付得起付不起 再有一个就是代价付的值 还是不值 汉尼拔翻过阿尔卑斯山之后 内阿尔卑斯山山地的居民是刚刚被罗马人征服的 那就内高卢地区刚刚被罗马人征服 非常仇恨罗马统治者 等到汉尼拔的军队开下山的时候 一些高卢部落纷纷来投奔 汉尼拔得到了充足的人力和马匹的补充 步兵人数增加到了三万八千人 增长了一倍 这样一来 经过这个修整 精力充沛斗志旺盛的 加泰基士兵打败了罗马部队 就公路到了罗马的波河流域 意大利北方的波河流域 罗马人在这个地方的守军只有八千人 因为他们根本想象不到 敢有人翻过阿尔卑斯山来打他们 所以加泰基在波河流域的大获全胜 使得很多徘徊观望的高卢人 又转头到了这个加泰基的这个部队当中 没有干不到 只有想不到 看你敢不敢想 能不能出敌不易 攻敌不备 能不能一拳打在对手的软肋上 竞争啊 他不是死磕 是一个灵活性的这个竞争 你没有必要思虑过多 不可能你好不受损 不可能你一点代价不付 就取得胜利 最关键的是结果 最关键的是结果 还有你能不能承受这个代价 所以这个加泰基士兵出现在这个罗马本土之后 在波河流域已经大获全胜 然后就开始向意大利本土进发 公元前217年的6月 汉尼拔采取迂回战术 在意大利中部的特拉西美诺湖畔 设下了埋伏 把罗马四个军团三万人 引进了三面环山 一面临湖的峡谷当中 汉尼拔首先是主动示弱 让罗马人呢 骄傲轻敌 然后采取迂回包抄的战术 包围了这个罗马军队 不到三个小时 这场战斗就结束了 罗马损失惨重 罗马的执政官战死 一万五千人阵亡 几千人被俘 只剩下六千人冲出重围 逃入到了这个附近的一个村庄 汉尼拔的士兵穷追不舍 给这个罗马士兵呢 提出了交枪不杀的这个条件 那就是缴械留命 这样的一个条件 所以罗马士兵就全部投降了 对待这个俘虏 汉尼拔是有甄别的 给罗马士兵全部带上枷锁 而没有罗马公民权的意大利人 立刻得到了释放 为什么呢 统一战线 用我们现在的话讲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打击你的主要对手 不要树敌太多 咱们中国有这么一句话 多个朋友多条路 少个仇敌少堵墙 也就是这个道理 那你甭管在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 经商都是这样 不要四面出击 不要得罪太多的对手 那抓主要矛盾 这样一来 汉尼拔在意大利连战连接 那他的部队就已经扩张到了五万多人 于是 兵进意大利南部 爆发了世界古代战争史上最有名的战役 那这个战役就是什么呢 就是坎尼会战啊 这个坎尼会战以后几千年都被欧洲军事家奉为歼灭战包围战的典范啊 所以只要欧洲人一说歼灭战一说何为战就说坎尼式的会战 是吧 所以你看这个西方的这个军事教科书上 军事著作里经常出现这个词 那进行一场坎尼式的会战 什么叫坎尼式的会战 就是这个意思 那公元前216年啊 这个汉尼拔的五万多人马啊 跟罗马执政官瓦罗指挥的八万六千大军在坎尼相遇啊 那当时罗马人的这个人数啊 尤其是骑兵的人数是超过汉尼拔的啊 骑兵两倍 那步兵也得是一倍半 那总人数呢 是八万多对五万多啊 而且呢 这个瓦罗是志在必得啊 这这一战必须要戒灭汉尼拔 那把这个罗马的这个危机拯救出来啊 所以当时双方都是兵分三路嘛 打仗嘛 都是这样啊 左翼啊 中间和右翼啊 都是兵分这么三波 左中右三波啊 那么这个汉尼拔在排兵布阵的时候啊 非常有意思啊 他把精锐部队部署在两翼啊 而给这个中间留下的都是老弱病残啊 老弱病残啊 所以战争一打响 罗马人首先在这个中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勤贼先勤王啊 而这个汉尼拔的中军是最弱的部队啊 战斗力最弱 所以这个罗马人往这个中军一发动猛烈进攻的结果 就是汉尼拔的中军退去 中军一退 两翼就突出了 这样一来汉尼拔的这个部队就从原来的一字形变成了U字形啊 变成了U字形 而罗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还是往这个中军玩命的打 打开一个口子 所有的部队都集中主力往这个口子里钻嘛 没想到这是汉尼拔给这个罗马人摆了一个口袋阵 然后汉尼拔的五万多军队就包围了罗马的八万多军队 那他往这个U字的底部不断打 然后这个U字的两翼就开始合围 最后就形成了一个口袋 形成一个包围圈啊 而在这个开战的时候呢 汉尼拔挑出了五百精壮士兵啊 这个怀揣短剑假意到罗马阵中投降 当时的这个罗马执政官瓦罗不疑有诈 那认为汉尼拔已经没戏了 所以他的士兵实时误者为俊杰投降了 那甚至都没对这些俘虏进行搜身 就让他们到阵后啊 就是后面待着去 那等打完仗再收拾你们啊 结果当罗马士兵被围之后啊 这五百加太级勇士拔出随身携带的短剑 开始在罗马阵后大砍大杀 那这样一来 罗马真的是兵败如山倒 八万这个罗马大军几乎全军覆没 执政官瓦罗本人战死 那罗马军团将校被扶的四十八位 那这个八十位元老 罗马元老院的元老 因为当时这个罗马也是文武不分嘛 上古时代各国都是这样文武不分 是吧 上马管军下马管民 八十位元老院的元老战死沙场 而这个加太基人付出的代价呢 只是一万六七千人的代价 那虽然加太基也是伤亡惨重 损失了三分之一的部队 那但是无论从人数上 那还是从这个比例上 那都取得了绝对的优势 大败这个罗马军队 所以坎尼这一场战争 那称得上是镇朔古今 光耀千古 那所以为什么能够成为这个西方军事家胜利的这个代名词 那当然了 由于这个加太基的综合国力逊于罗马 那最后这个第二次布匿战争 还是这个呃 加太基战败了 那呃 汉尼拔壮志难愁 可是他毕竟在西方军事史上 那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这么一笔 那我们看到了 那我们看到了 我看到了 之后 我们看到了 他们有一个优势 我们看到了